大家好,今天介绍一款天然日晒无盐萝卜丝 做好了以后可以煎萝卜丝袋 萝卜丝饼 这款我们是用古法制作 也非常适合素食的朋友使用 敬请观赏 本篇提供隐藏字幕 外国观众可以用CC转换成自己的语言观赏 制作方法 无盐天然日晒 博士酿造醋频道 由南庄大南普风音醋研发创作 南庄旅游 个人旅游 团体旅游 欢迎丽临南庄大南普风音醋 品尝纯正酿造醋 Google导航风音醋 可停 汽车游览车 南庄旅游健康伴手礼 过年过节 感恩的心 送健康的礼 精酿水果醋饮 一年四季黄金饮品 水果一条龙 油果肉醇酿酿造醋 家庭主妇必备 做菜调味沾酱 100% 天然发酵酿造 水果糯米醋 无酒取无酵母 水果一条龙 天然发酵 百分之100% 酿酿酿酿造醋风音醋 喜欢喝醋 没喝过酿造醋的朋友 选购前先了解醋的分类 避免买错 水果一条龙 天然发酵 100% 酿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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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酿 水果 水果酵素发酵 水果酒精发酵 水果醋酸发酵 风音醋 食品工厂登记 食品业者登录 产品则任显SGS检验CNS国家标准 风音醋 专业酿造 受托酿造 克制化醋 欢迎观赏 谢谢支持博士酿造醋频道 请按赞 订阅分享 我们今天要做罗博斯 用的是这款用木头制作的 蜂巢式的刨湿器 这种有两种规格 一种是孔比较粗的 像我们这款就是孔比较粗的 另外有一款是孔比较细的 那因为我们做的是罗博斯 所以要用孔比较粗的 晒干以后 它的粗细 比较适合我们咬食 那咬食的时候呢 才会比较有口感 假如是比较细的 晒起来 会变得非常的小条 所以吃起来的时候口感比较差 我们今天的材料是 白萝卜一条 做这款罗博斯的话 白萝卜 可以选用长条形的 也可以选用一般 头比较粗那种的 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但是不要选太小条的 就是不要选太短的 太小条的 因为太短太小条的 它刨湿 刨湿出来的湿比较细小 晒起来的话 这个比较短小 然后比较没有分量 我们把萝卜把它刷洗干净 还有就是我们做萝卜的制品的时候 不要买到有裂孔的萝卜 有裂孔的萝卜 藏污纳购 这样子 做起来品质比较差 所以最好不要买 有裂开来的萝卜 选购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把有受损的部分 做稍微修整一下 把头尾也把它切掉 不要刨皮 把萝卜秤重 有1,121公克 我们开始来刨萝卜丝 我们在这个公文林上面 把刨湿器架起来 在刨这个萝卜丝的时候 因为它是长条的萝卜 所以我们刨的时候 要稍微差不多45度角左右刨下去 这样子的话它的长度才会稍微比较长一点 所以我们刨萝卜丝的角度 决定了我们这个萝卜刨出来的丝呢 它的长短 像这个长条形的萝卜 我们假如比较垂直在刨的时候呢 那刨出来的萝卜丝会比较短 这样子的时候晒起来几乎是没有的 所以会变成碎片 我们就不要用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去刨这个萝卜丝 所以45度角这样子刨下去的话 这个萝卜丝的长度会比较刚好 好 像这样子45度角刨下去 刨下去的时候 我们还要不停地变换萝卜的方向 平均刨这个萝卜 我们在刨这个萝卜的时候 抓这个萝卜的位置要特别注意 要抓比较后面一点 抓萝卜的后面一点 然后跟这个 刨湿器 它的孔要有离开一定的距离 避免不小心手 被这个刨湿器的孔受伤 这样子就比较不好 所以我们刨到越后面 越是要注意 我们这个手抓萝卜跟刨湿器的孔 它的距离要拿捏得比较好一点 要特别注意这个刨湿的安全 越到后面我们刨的时候 这个角度跟速度要放慢 要特别注意 这个手跟刨湿孔之间的距离的安全性 这个孔是很锐利的 要特别小心 所以手避免被这个刨湿孔刨受伤 到后面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动作放慢 慢慢的把最后的萝卜把它刨完 动作一定要慢 到最后的时候 特别注意这个安全 我们剩下一点点的时候呢 就用稍微用手轻轻的推 就是轻轻的往前推 不要用手去抓 然后我们要感受这个萝卜跟这个刨湿器的孔 之间的关系 轻轻的推就可以了 不要用手去抓到后面的时候 把剩下一点点的萝卜把它推完 这样子就可以了 像这样子可以推到全部都没有 这样子萝卜就跑完了 我们把萝卜丝跑完以后 就把萝卜丝把它平铺 把它分散 准备拿到太阳底下去做日晒 我们的萝卜丝不要加盐 避免引起乳酸发酵 然后造成亚硝酸盐的反应 所以我们要纯净 无亚硝酸盐的萝卜丝 无盐 无亚硝酸盐 有多余的公文磷跟蜜磷 我们把这个萝卜丝分散一点 这样子比较容易干 那我们分成两盘再晒 萝卜是可以不要重叠的 就尽量不要重叠 把它摊开来分散一点 这样日晒的效果会比较好一点 这个公文磷它是有孔洞的 所以这个晒的时候 跟通风的效果都会比较好 这样子日晒的效果就比较高 我们的另外一盘呢 也是一样把它分散 尽量不要重叠 像这样子 萝卜丝分成两盘再晒 已经平铺好了 在太阳底下晒 这个萝卜丝早上9点拿出来晒 现在是下午2点 晒5个钟头 第二盆的萝卜丝 这个是第二天拿出来晒的萝卜丝 这个是萝卜丝第二天在日晒一个多小时以后的整个干燥的状况 这个萝卜丝晒了差不多前后一天半左右的时间 我们把它调整一下它的位置 目前的干燥度大概百分之九十左右 我们希望它能够达到原来重量的百分之九十五的干燥程度 也就是说剩下百分之五左右的重量能够达到自然防腐 不会坏掉 因为我们这个是低延 所以在低延的环境下 要能够自然防腐 它的条件就比较严格一点 还没有走进这个香气就很明显 好 像这个萝卜丝 这个粗细的话 这个萝卜丝粗细 目前假如是手工制作的萝卜丝 在市场上卖的 它的粗细呢 就像这样子 那 晒起来的粗细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不会太细 也不会太粗 那我们把它收集在一起 明天再来晒一次 大概就差不多了 我们把它聚集在同一盘里面 这是一条萝卜的量 大概就剩下这样一点点 这是第三天拿出来晒的托布丝 今天晒完以后应该是可以收成晒干了 我们在第三天中午已经晒干 现在我们听听看它晒干的声音 然后把它装带 用10号的夹链带把它装起来 这个夹链带可以避免通风 所以第三天中午就可以把这个萝卜支晒好 现在我们来秤重 这个重量是55公克 剩下原来萝卜的4.9% 日然防腐的条件是必须要低于生萝卜的5% 自己手做也可以做好品质管制 按赞 食的安全 无盐纯净 天然日晒 天然防腐 健康安全 食谱 煎萝卜丝蛋 材料 1.萝卜丝 10公克 约为生萝卜的200公克重 2.开水100公克 我们把萝卜丝约10公克称重 稍微清洗以后 加入开水 把萝卜丝稍微抓一抓 浸泡20分钟以后 把它拿起来 稍微把它切碎 这样我们在吃萝卜丝蛋的时候 才不会萝卜丝太长 3.蛋6颗 萝卜丝丝与蛋搅拌均匀 加香菜 加油热锅 流口水了 超好吃 谢谢观赏 专专业的博士酿造醋频道 谢谢选购极品酿造醋风阴醋好喝 谢谢观赏